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团结雷明的立法委员周年安 欢迎收看台湾共同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简称TPP 根据经济部所做的影响评估报告 如果TPP生效 但是台湾没有加入 农业及农产加工业产值 大约会减少9亿4千万元 就业的人数也会减少1067人 可是如果加入TPP 唯一只受到负面冲击的就是农业 不止产值会减少大约600亿元 就业人数也会大幅萎缩16145人 几乎全面开放的农产品进口 政府绝对不能轻忽 对农村经济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 长期以来 政府为了稳定物价 一直压抑农产品的价格 加上利益团体 把持着农产品的运销和市场 农民无法卖到好价钱 消费者购买生鲜的农鱼产品 也经常要花费和产地不成比例的价格 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的农村处于长期被剥削的情形 很难永续发展 乡下到处都是农地出售的广告 还有弃耕的荒地 对于一个随时要抵抗邻国入侵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情形 只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才会放任不管 如果加入TPP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就算明年政党轮替 方向也不会改变 我们就有必要讨论 如何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 维持农村的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 也就是说 要让农业的经营不但可以赚钱 而且还能够吸引新的投资和就业的人口 让持续的技术创新投资 可以不断地提升农业的生产力 以全部人口中很低比例的专业农民 就能供应本土的基本粮食需求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在自由贸易的情形下 本土农业很容易受到国际农产公司低价请销 所以新政府必须改革农产运销体系 彻底让农民的生产与国内市场的消费之间 垄断的讯息被打破 强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作组织 鼓励国民以消费合作方式团购 或和农产合作社签订契约 推动地产地消的观念 并透过营养午餐的采购与饮食教育 培养国民消费国产农产品的文化 只有这样 TPP才不会成为消灭台湾农业的杀手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再会